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快就會在明晚正式表決 一表決 是不是就等於大勢意去 立法會基本上已經是廢了 泛民亦都預告會有更大的發揮 在這個阻折 這個議事規則的通過 這個過程裏面是會做更多的事情 現在號召 有些市民就去立法會外面或是天尾道責任 但是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市民反應 基本上都是冷淡的 似乎他不太明白收改會議規則後遺症有多嚴重 這個 於是你看到即使建制派霸王硬上弓做得那麼粗暴 似乎市民的反應都不是很熱烈 不是很反感 而泛民就用盡任何方法 怎樣去更強發揮也好 都未必能夠阻止到這個議事規則的修改 大家都那種無助無力 無奈的感覺非常之強 我覺得這個都是普遍香港市民 特別是支持這個雨傘運動 支持民主香港市民的一個普遍的反應 一個普遍的心態 但是這種心態一直形成下來 就變了 變了去埋怨泛民 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這種說法無論在這個藍絲裏面 特別厲害 黃絲也有 很流行的一種說法是 如果你不是泛民的議員 選了入立法會不是玩東西 不是在宣誓裏面 自己加料 最後被人DQ 怎會有今時今日的局面 他們意思是說 你泛民 在宣誓裏面加料之後 以前就被人有個 藉口被人入 所謂被人入 於是又DQ你 令到立法會功能組別 和直選的議席 都未能過半 功能組別一向都不過半 直選議席都未能過半 於是就被建制派有機可食 有機可食 於是 千載難逢之機 修改會議規則 似乎在這個 邏輯上面好像這種說法都好像有他的道理 藍絲就震震有詞 不停地在 網絡上面在我的YouTube channel 留言 都是這樣說 似乎就好像 謊言說了一萬次 一億次就變成真理 但令我詫意 令我惡言 令我感到意外 就是 部分我認識的 一些朋友 支持民主的朋友 都是用 相同的 理由相同的說話 去埋怨泛民 大概的意思就是 今天這局面泛民都是舊遊自取的 其中一個就發表這個觀點在我的Facebook發表這個觀點 是我一個 朋友 是一個民主的支持者 是一個大學裏面的教書的學者 也在早年在學生的時候搞過學生運動 和社會運動 他大概的 評語或是批評泛民大概都是這個意思 如果不是立法會議員在玩東西 或者不是這個立法會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做出這樣的動作 就不會有今時今日的局面 為什麼我說對這位學者 支持民主學者的回應有這麼惡言 因為 他是一個 對於香港的局面 看得比較通透的一個學者 因為我猜不到 猜不到他也有這樣的反應 我猜不到 他也有這樣的評語 我猜不到他也有這樣對於 香港現在的局面 這個結論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善亡 有六個議員被DQ 我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我認為 第一個部份就是 梁仲恆 游慧晶 我不是說他支持港獨 說什麼支那 手指打交叉 等等 我不是說這種 宣誓的形式 這種表達形式 縱使我是 不同意和不滿意 不是等於 我覺得 應該是禁止他們這種表達形式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們兩個良由兩個宣誓了之後 其實 在立法會裏面 是沒有確認 立法會主席立法會比書長沒有確認到他的宣誓有效 於是 他們被DQ 前提就是 他宣誓 是無效 都是宣誓無效 另外四個 姚松炎 梁國雄 劉小麗 羅冠聰 縱使 他們的宣誓模式 可能 會引起別人 不滿意 亦都有人覺得 玩得很盡 有些人覺得不是 譬如姚松炎 不敢 他只不過在宣誓完畢之後 加了一些 所謂他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東西 沒什麼特別 又說他接得太緊所以就要DQ他 但這四位不同的地方 這四位其實 是 重新做過他的宣誓 然後得到這個秘書處 得到這個主席的確認 換句話來講 他做的九個月議員 是完全 合法的 因為得到 主席的確認 現在後來 追回他們的薪酬 追回他們的津貼等等 大家都覺得非常荒謬 我請我的朋友注意 人大常委對於宣誓有效無效的釋法 是在他們宣誓完之後 剛才作出 換句話來講 那場球已經打完了 人大常委 更改那場球的遊戲規則 而令到這場球的賽果改變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 大家容易明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本來 AB隊 兩陣隊 A隊 在禁區裏面 踢了進去 這個B隊的龍門 又或者任何一個 球場的角落裏面 踢了球球進去B隊的龍門 B隊的守龍門 那位球員 沒有辦法接不倒 於是 A隊就判入一球 這個就是 足球的遊戲規則 OK 無論在 球場裏面的任何角落 即使是對面的龍門 大腳踢過來 入到球 都可以算是入球 但是 入了球賽果完結後就3比0 突然之間 開完會 這個 舉辦賽事的 最高當國開會 他就說 不行 我們宣佈更改進去規則 一定要在 龍門前面 12碼點踢入 然後才算入 其他任何角落都不算入 所以 A隊縱使入了三球 因為不是在12碼點 那個賽果是不算數 其實這次 人大釋法令到那四個語言被DQ 這個過程 幾乎百分之100 意思就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一向以來的遊戲規則 即是這一屆之前的 即是無論你說長毛也好 或者是黃毓民也好 都曾經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宣誓 黃毓民 用這個CUT的方法 去蓋了一些他認為不應該讀出來的字 長毛就是 在宣誓之前之後很多道具也叫很多口號 最後 他們都會 即是我記得都是 被秘書處 立法會處就說不行再來過 再來過之後他們就接納了簽了指確認到的宣誓 而且 他們做足四年立法會議員 甚至不止一屆 傷害無事 即是說 這次姚從嚴 梁國雄 劉小麗 羅冠聰 所做的事 其實是以前 紀立法會議員做過的 你說為今時不同往日 有些事就 變了 他們宣誓的時候 那些事是沒有變 沒有人告訴他們 這是不行的 他們宣誓完之後 突然之間改變了 對不起你不行 你沒有資格 其實意思就是 我想我的學者朋友 應該在表達這個評論之前 要細緻去了解一下 究竟整個過程是什麼 真的是 一切的遊戲規則都變了 我可以說今後的所謂的抗爭 可能會面對的 這個 後果是相當嚴重 例如 他們會用 警察 去抓人入議會裡面 甚至他們企圖這樣做 譬如說許智峰在上次 不肯離開這個議事廳 成群泛民議員圍著去保護他 都收到 立法會行管會的警告 又說他當時的動作很大 影響那些secure 以前 這些手段 多激烈都好 是不會有面對這個結果的 我相信除了 是面對 行管會的警告之外 亦都有機會面對刑責 因為許智峰這宗案 民建聯的議員 已經去了報警 警方有沒有採取行動 我不知道 許智峰就說沒有找過文華 落口供 今後會不會有相同的情況出現 即是說你那個議會的抗爭 我會看到這個局面 議事規則改了 拉布不成功了 斯文的方法不行了 是否最後會用肢體的方法 用肢體衝突的方法 去做抗爭行動 你用肢體衝突的方法 又用立法會的 權力及特權條例裏面 說你阻撓 這個議會的進行 是刑事可以找警察去抓你 換句話來說 整個議會 100% 每一個洞都塞住 然後 建制派 全部玩了 今後的共變 我的學者朋友 究竟整件事 是誰是恃作勇者 如果你看得比較 通透一點 都不是善亡的話 看過往發生什麼事 我想你的結論 會更加清楚 日子 原來去年10月開始 這個channel 深夕口快 這個channel就已經是放了上youtube上面 到現在呢 不驚不覺 一年 一周年 我在這裡 衷心感謝我們各位的 觀眾聽眾對我的支持 大概三個月之前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一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不過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係香港 他們在海外 都是 很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去上去這個channel那裏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是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種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就看到 用PayPal的 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 一次過這樣 通過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我的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就是 寫滑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許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永遠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 有一個 不同的 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使得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